有多大可能成为恋人?鬼鬼给布鲁斯70高分。 鬼鬼和布鲁斯,哟,默契十足!图群星睿智,2018408。 大陆户外旅行真人秀节目《闺蜜的完美旅行》,由鬼鬼与文文各自携带闺蜜,踏上澳洲的旅程。 其中,何浩晨、布鲁斯,更以鬼鬼男闺蜜的身份,开启二人的墨尔本之行,让彼此的暧昧加速升级。 布鲁斯和鬼鬼日前才爆出同游日本,穿同一件睡衣,有暧昧情,二人不仅展示了有达以上的感情,如今更不必先一起演出真人秀。 两人在节目中还被问道,有多大的可能成为恋人,何浩晨表示只有40%的可能,鬼鬼则给了70%的及格分,为此鬼鬼怨道,你才给我40%,一半都不到,我不要和你一起去了,走吧,我要换人。 但玩笑归玩笑,何浩晨和鬼鬼其实默契十足,在游戏中表现得十分合拍,何跳鬼不舞不禁满分,还一连闯过三轮游戏通过关卡,成功获胜。 何浩晨在节目中,更大秀腹肌man力大爆发,加上声音充满磁性,把许多大陆网友迷得不要不要的。 布鲁鲁斯的阳光形象,深受大陆观众喜爱。图群星睿智,2018万408。 据悉,何浩晨已加盟古装电视剧《大宋少年制》的拍摄,在剧中饰演有勇气将义气的斗笔《少年维雅内》,而他与陈瑶主演的电影《初恋教我的十八件事》,也即将上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